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胸腔镜手术也是一个胸部手术 胸腔镜手术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我们一般来说做完胸腔镜手术 因为胸腔镜相对于传统的开胸手术来说 床伤比较小 我们一般都主力病人尽早的下床活动 减少胸部的并发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手术以后 跟传统的手术还是同样 病人要主动咳嗽 为什么叫主动咳嗽呢 就是在没痰的时候 在你没有想咳嗽的时候 主动的咳嗽 这个就是促进肺内的一些手术床上所造成的积液的排出 第二个促进肺的腹脏 然后恢复肺的功能 这样病人才能够尽早的恢复身体 尽早的出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